长行珠宝 百达菲利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投资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您在晚间七点钟准时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各项节目 今天为您准备的节目有分上下两部分 在上半场我们要来谈一谈股票 因为今天是8月31号 我们要来给8月份的成绩做一个打分数 同时也要对2015年1月1号一直到现在做一个分数的这个记录 希望大家能从中更了解自己的portfolio 是不是比大盘表现的要好 在下半场是消费新资讯的单元 我们在上半场是call in的节目 欢迎您立刻打电话到6509682000 这样可以保证按照先后顺序的话 您的问题一定会被回答到 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上半场的嘉宾 他是蔡明之Benny Choi蔡老师Benny你好 大家好斯伦你好 在今天2015年的8月31号是一个盛夏的日子 但是呢股市一点都不领情股市却是冷冰冰 因为市场上受到中国的政府停止救市 到底这是不是一个谣言呢 也可能是也可能真真实 以及在周末的时候 Jackson Hall在娃娃敏联储局的一些重量级的成员 都在那个地方开会 那这个鹰派的言论影响了市场 三大股指早盘就是低开 但是高走中午的时段一度进入平稳期 随后对于9月份加息与否的态度 依然捉摸不定的影响 市场再度出现了卖压 结实收盘到琼斯的工业平均指数 下跌了114.85点 报16528.16跌幅是0.69% 标普500的指数下跌了16.68 报1972.19跌幅为0.84% 纳什达克指数下跌51.82 报4776.51跌幅为1.07% 今天的纽交所成交量是10.8亿 纳什达克交易所是16.7亿 这种数字比上周的天文数字稍微低了一点 但是比平常Labor Day之前的Quiet Period 要数的还是量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中间的原因我们待会也会请蔡老师来给我们解释 到此时刻我们要来看看8月份 2015的8月份一个月股市表现的有多么的糟糕 道琼斯一个月下跌6.57% 标普500下跌6.26 纳什达克下跌6.86 Dowjones 20支Transportation一个月下跌6.52% Russell 2000下跌6.4% 一年呢一年的成绩 道琼斯是负的负7.2% 标普500平盘略低一点 大概是只有跌0.41% 纳什达克下跌0.01% 道20Transportation下跌14.7% Russell 2000是下跌0.11% 油价三天连续上涨25% 做空的人怎么办 看多的人又该怎么办 好Benny 那么就请来做一个opening remark好吗 当然是8月这个月是很糟糕 这个已经是因为是上个礼拜反弹了1000点 不然的话呢是更糟糕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说在最上一个礼拜的话 差不多几乎跌了2000点了 那么然后就上个礼拜就反弹了1000点 那今天呢少少小跌一下 总结下来当然是August是不好 因为是那就是说那个六天跌了2000点吧 所以呢就是这个查证率就在那个六天 其实实际上的股票呢就是是 我从前就是很早就已经讲了 就是说是一个Wave的话呢 就是还可以帮助大家看 就是实际上的市场呢是在5月21号 那个呢已经是就说是一个大的Wave就完了 然后呢就第一波下来呢是跌到7月 7月那时候呢反弹一下 反弹一下呢就是 反弹了差不多是8天 然后又跌连跌5天 然后就是跟着就是我在block上面写的 我们就是有了一个triangle 这个triangle就差不多涨上跌跌 搞了十几天 跟着就是那个2000点大跌 那么就是说一对Wave看的话呢 到底我们现在在哪里呢 就是我的block上面写呢 就是说当然是上个礼拜一 那天跌1000点 那个呢是一个short term bottom 那么然后一个反弹 反弹到底是有多久呢 这个就比较难说 不过呢就是反弹的点数来说呢 因为是他已经反弹了一半上来 所以呢就是一六位的看呢 就是这个点数来说差不多了 然后呢就是不过呢 时间就很还是比较有点难讲 这个主要呢就是要看中国 要是中国那边 要是消息还是不大好 我的看法呢 就是中国呢是他在五月 那个时候就一个月跌了 几乎有有三四个percent 然后就反弹下 从5100 跌到这个3500 3500呢反弹到4100 这个是上海指数啊 4100 那么最近呢又开始跌 他应该来说肯定是会 所以这一波下来 从4100下来 这一波呢应该 不会比那个第一波的小 所以呢大概是 应该大概要回到2500左右 所以呢就是上海没有跌完 那我们这边呢 情况当然也是不大好 不过呢当然是 实际的情况 我们要经济来说 我们就说是上了quarter 实际上不错的 算有3.7个percent的成长 那么所以呢市场呢 就是啊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反弹 就比较强 如果呢就是以web看的话呢 下一波下来以后 这个web5完了以后呢 啊市场应该会 就会有一个比较时间久 比较好一点的反弹 OK 那花开几朵 我们先表一支吧 影响到今天美国下跌的 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谣传说中国的政府 已经停止救市 您对于这个谣传有什么看法 这个嘛 当然是谣传一出来 就抓了200个人 对不对 对啊 当然是中国救市呢 是他们就说到 要是到了实在跌的厉害的话 他们会出来救的 因为是这个呢 就说是香港也曾经试过 美国也试过 就说这个是 他们他们不想 就说就是那个啊 因为股票要是跌得太厉害的话 对整个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们也不想 就说人民太恐慌 就说是跌到差不多程度 他们会出来救 那么因为他们就说是 这个东西 就什么时候出来救 这个东西呢 就说实际上是应该是要保密的 对不对 你讲出来就没有效果 对对 尤其是达到反效果更不好 对所以呢 就是他们会出来救 不过呢 目前来说 他们也觉得 就是可能就也救不了什么样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用别的方法 他们好像是人民币 让他贬值 那么人民币贬值那方面呢 其实来说对整个世界的经济 会有蛮大的打击 怎么样呢 为什么呢 因为要是人民币贬的10%可能不止 就是说以后可能贬个20% 要是贬个20%呢 也就说是他们中国的东西 就比美国的东西便宜20% 也就是说美国运到中国来的东西 要贵20% 所以美国的公司会有打击 因为是他们销 因为他们会 因为他们的价钱多 价钱高了 他们赚的钱 就是就比较少 肯定这样 除非你加价 你又不能加太多 对不对 对啊 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个不好的地步的时候 可能美国跟中国 在我们民众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他们一直在不停的交易吧 因为也不能够容忍某一个国家 一直不停的devalue自己的钱币 而造成其他国家的这个出口 大受影响啊 他们呢 主要的就是他们是希望持续出口吧 因为他们 中国虽然说是他们是想 就是说是推动 那个 那个 consumer那个spending 就是这方面推动一下 可是呢 是基本上呢 就是说还是出口比较重要 所以成为他们贬人民币的那个目的就是希望出口比较比较比较便宜点他们的东西 不过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会就说也是会引起这种反反效应啊啊 就是因为你你扁了那我们这边就比较惨 OK 所以呢就 美国也扁 对 美国的话就是没办法 美国这美元尺少他甚至 可是呢是其他的国家就也是这样的人 没办法忽然跟你竞争了 啊我不管是那个啊 运州也好啊那个啊 对啊台湾也好 韩国也好 他们也没办法要跟着扁啊 就这样的 所以就变成一个 就变成大家互相贬值的一个战争 所以这个呢 有的时候会有点反效果 所以他们当然也知道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很难做 你做每一个方案都会有利有弊 那么就是他们希望是利多个弊 就是这样子 不过呢 以前为止来说 我们的市场 又回到我们的市场的话 我们的市场已经是调了 最多时候是超过10% 所以呢 就是反弹 然后上个礼拜反弹 那么这个礼拜呢 也许不是这个礼拜 下礼拜还会跌一次 这个就是complete了 这个V3的一个down wave 那么就算 然后跟着我想 又会有一个好好的反弹 好的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整体来说就是因为 就是国外的情况还是不大 好不管是欧洲也好 中国也好 所以呢就是总体来说总是还是 就是说反弹的话呢 也不会超过1万8 OK 所以呢就是接近那个时候呢 你要是你是 你是Shop Term Intermediate Term Trader的话呢 也就是出货的时候了 好的 好的 这样看起来啊 这个今年2015年的股市 从年头一直到大跌之前 都是在相形整理之内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到底是在美国的交易者 我们是美国的投资人 对于美国的情况比较容易明白 你看对于世界上任何任何的国家都是只知道一知半解 那看到今天的中国发生的这个情况 那大家就在怀疑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也depends on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是从中国来的 对中国的情况更了解一些 但是也是没有那么掌握的透 那Goldman Sachs在这个juncture呢 他就来发表对于未来三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他认为2016年的GDP会降到6.4 2017年降到6.1 2018年降到5.8 同时在上个礼拜六 美国央行的副主席Fisher 这个Stanley Fisher 他是比较鹰派的人 那他就也说话 就是认为7月份应该是倾向要加息 但是因为中国决定放宽人民币的汇率 股市就暴跌 还有剧烈的波动 美元升值 还有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 导致情况的确是有所变化 8月份的芝加哥采购经理人的指数是54.48 这个是略低于54.5的这个预期的 好的 那我们就的这个事情 我们稍微来谈一点 这个9月份是不是会加息 然后我们就进工商资讯了 来提一提9月份是不是会加息的可能性 好 OK 加息呢就是 当然是这所 他们说是今年要加息 那今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9、10、11、12就四个月 那么要是真的要加的话呢 就说也是应该加 那加息呢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要是太多人讲了 OK 就是那所以加息的我想反应呢 应该不会有太差的 就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现在的就是外面的情况 实际上来说是不应该加息 可是因为他已经讲了要加 所以我想他就是加的话呢 也会出来加一句话 就说是这个加息呢 不会太厉害的 OK 然后呢就是很快就会加完 所以大家呢就是我们只是正常化 把那个利息正常化 不是说真正是想把经济压下来 所以呢我想这个利息呢 是加的成分很高 到底是9月还是10月呢 他们反正讲过都是会加 不过呢就是我想加了以后呢 可能会停一阵子 所以呢反应应该对市场来说 应该不会太离谱 那是市场那只是在1万8 那加利息呢一定跌 那市场是在1万6 那么就说也许在1万5千7的话呢 加利息我想可能也不会跌 OK好的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开放call in 现在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莉莉最近同事讨论 保费融资低息套利 我怎么觉得too good to be true呢 是啊卓越理财尖利倩 提醒要全面分析风险 小心保费融资的陷阱 对哦 杰尼说目前融资利息 2.5% 如果将来银行利息比回报率高 退休金会很少 更糟的是保单可能会lapse哦 幸好有杰尼欠为我们的财富把关 杰尼本周末举办保费融资 实话实说讲座和咨询 现在就打给坚尼877-253-8288 877-253-8288 癌症是全世界医学界面临的难题 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麻仲学医师在30多年临床中认为癌症是可以治疗和预防的即便到了晚期也不要灰心 请致电或微信至650-918-9968 650-918-9968 650-918-9968 了解详情 好消息 湾区资深房地产经纪安爪张重磅推出买卖房屋用金半价优惠 是的您没有听错 即日起至10月31号 只要在湾区买卖房屋 您立即享受安爪张用金半价服务 有意请电408-561-2538 安爪张多年来凭借丰富的地产经验 敏锐的触觉和诚信的品质 帮助许多华人在湾区房产投资上大有斩获 安爪张电话408-561-2538 408-561-2538 我要搬家啦 找兄弟 我们公司要换地方啦 找兄弟 我父母要搬到南加州去了 找兄弟 兄弟搬家公司安全高效准时认真 收费公道免费构价专业保装 一条龙服务百万保险 让您省心放心四孩接地中搬家找兄弟 请致电江先生510-648-6546 510-648-6546 www.brothermovers.com 顶级品牌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最完美的钻石 打造出散发极致亮光闪光火光的美钻 钻石象征恒久爱情 Hearts on Fire是最佳首选 现在就立临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苗必达昌新珠宝 欣赏全世界车工最完美的钻石 Hearts on Fire 美股连续创新高 投资人行洋洋 但又不知道如何去炒作 A号消息 全球第一家中文美股视频直播室正式开播咯 全球两届世界交易冠军Warren Wang 2014年获利60倍 他将教您如何交易买卖 传授各样技巧 还有及时新闻直播 您还犹豫什么 免费体验还可以获得价值美金16元的 日本蜡烛图技术精简入门手册 免费电话1800958-8561 1800958-8561 wwwchinesefn.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Benny你好 大家好 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话题 原油在三天之内连涨了25% 到底是空头的前兆 还是已经盘整结束 这个原油我在blog上面也写过 它是跌到40块以下 是complete的一个V5 所以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弹 那么最近当然是这几天是涨得有点过分 那么市场还是跌下来的话 就是说也应该跌下来 不过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原油 就是最近的地点应该可能不会破 那么就是最近就是当然是跌到 差不多是39块38块左右 那么就是这个应该不会破 那么就是这个应该不会破 所以就是原油来说 因为油还是需要的经济 除非你真的是世界 就是全部是全世界都是recession 不然的话呢 就是也不应该跌到这种地步 这个油的价钱就是跌到这种价钱39块 这个是几乎就是在2009年 那个时候的价钱 那么那个时候的经济是很差很差 现在经济没有这么差嘛 所以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就是油可能已经到底 所以是下来 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买一点 好这个是原油 OK那么如果说这个complete 整个市场的Wave 5 我还是建议朋友们 如果您是还没有经常都 每天都看我们的svcmedia.net 里面的每日评论 那蔡明志老师每一天都写了一个 非常简短又非常扼要的一段 关于今天的市场的趋势 如果大家从以前一直连续看下来 我真的我请请Benny不要谦虚 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太审准了 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svcmedia.net 希望大家能够没有看的人持续看 然后已经看的人 不要skip任何一天 持续看下去对于自己 在搭配自己对于市场的看法 在印证老师所说的 看看自己的功夫有没有逐渐精进 OKBenny刚才您说到 如果说时间在9月底左右 会变成一个百花齐放的时候 买什么赚什么 但是也是要挑一挑嘛 因为每一个人的资金都有限呢 要挑什么sector 那什么样的股票来买进 先给我们打个底 百花齐放了 我想大概还不至于这么厉害 我就说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short term bottom 那么上次呢就是上礼拜一呢 就说是为什么 就是说我说那个bottom 就是说也是一个bottom呢 主要就是因为是有一个technical的indicator 一个叫new high new low有1000个 那一天有1300多个new low 大家就说一起恐慌嘛 然后你也知道大家知道vix是几乎涨到50 oh yeah 然后pick hold ratio也是差不多到了1.6 所以所以这些东西就说是 都是每天收了盘以后 都会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在盘中也可以看到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呢 就是有的时候市场会告诉你啊 这个是一个bottom 那么希望这次呢也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w5 那就是说关于就是说 要是你好了w5以后 到底买些什么东西呢 就看你的人到底是投机不投机 要是你是投机性的话呢 当然还是在technology里面传的 对不对 那么technology呢就是跌得很惨的 要是你就要想兜兜底的话呢 就说我觉得好像那个3D printing啊 那些都跌得蛮惨的 ok 有几个好像triple d啊 vjet啊那些就是最近也跌到5块半了 现在今天是今天市场跌 涨了6块2毛9那些 哪一个第二个stark是什么 没听清楚 也是3D printing叫vjet vjet ok ok 也是在这方面做这方面的 ok 那么就是要保守一点呢 我们刚刚讲到油对不对 油那些事就说是 一方面有股息 那些Vana Exxon那些都会有股息 那么今天呢是Warrant Buffett 他也买了那个Philip 66 ok 就是说放了大概不知道 好几个billion 四五个billion进去 所以他也是可能对也是对油觉得 其实说可能跌的也是跌过头有点过分 所以他也买一点对不对 他的timing应该通常都不错 那其他的呢就是还可以考虑一下的呢 就是有一个是肥田料 就是是什么呢是Potish P-O-T 哦对 这个股票曾经呢就是好几年前的非常的红 是的 曾经最厉害的时候涨到80块 那现在呢只有20多块 26块 对股息也不错 股息也是也只剩一类的可以考虑 要是你是冒险的话呢 那当然是还是回到Bio10 那Bio10呢当然是就是说涨涨跌跌比较厉害 不然的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 就是就是有几个股票 就是说是老大的一个Facebook 一个是Amazon 一个是Netflix 一个是Google 那个就是Fang 对不对 大家知道这个呢就是市场涨他们一定 一定会动的 不然的话呢要是你觉得 就是说是不知道买什么 就是说刚刚我提的 你还觉得就是有的觉得是Motion太大 好像那个3D Printing 这样子的话呢就是那么你就可以买一点那个买QQQ也可以 所以银行股方面呢当然也是会涨过银行股那涨得比较慢 要是你就是说你不嫌慢的话呢 银行要市场涨的话银行股一个会涨不然的话呢就是 就是股票行啊好像那个Morgan Stanley啊那些市场涨的话应该也会涨 所以呢就是啊因为要是是再维持下来的话呢有很多股票都给的蛮惨的 OK所以就是说都都可以考虑啊基本上就是找一些有有股息的就比较保守啊要是你是比较比较这个风险比较冒险一点的话 是吧吧吧吧吧啦要是要是3D Printing啊那方面都可以考虑好的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问到航空股的UAL United今天是56块9毛7他还在小跌下跌0.26% 其实这个股票应该应该不错Baron呢在大概在两三个礼拜以前不大记得到底是两三礼拜三十礼拜不过就是就是也是介绍过Airline 因为他们觉得Airline现在情况不错有价有跌那时候已经跌了一个优价已经跌现在优价跌得更厉害对不对虽然说现在有点反弹 可是还是还是在低点那他们呢也是调下来70多块调到56块 啊就说所以呢不管是unitedunitedcontinental也好不管是american airline也好都应该都还可以啊就是要是找一个有点点股息的话呢可能还更好一点啊不然的话呢就是头上一般呢大家选比较比较那个一点的话呢就是呃呃这个jet blue啊要么就是Airline 好的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接着呢回答问题稍微用简短一点的时间下面一个还是关于石油的它是一个三倍看涨的UWTI今天是一块四毛三请问它下面的主例子何在 呃他这个呢就是应该呢就是今年最最低点呢应该应该是我想大概应该可以站站的住了当然是他这种三倍的话呢他不动的话他就会就premium蛮高他会他会他会这个contract那个premium 所以呢所以呢就是市场要是跌一点下来的话他也许也会跌一点下来不过呢就是由因为刚刚我们说嘛可能已经到了底 所以他跌的幅度可能不会太厉害所以就是呃看着市场要是市场跌他不跌那么要是你是头非常投机这种非常投机那么要是你想买一点的话就是投机的话呢啊这个应该还可以的 好下面来看的是四位听众朋友要问Apple其中有的是问趋势还有的朋友是要问何时进场比较好今天是一百一十二块七毛六 Apple我们最近就说是大家就是又对他有点看淡啊因为呢他的表现没有Facebook啊没有Amazon这么好 那么一方面呢他认定出来呢反应也不大不不太好上市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少少差一点不过呢大家不要忘掉他手上有大概有三十六块Cash三十六块 所以要是万一要他跌下去跌到那个一百块一百零几块的附近的话呢呃应该也应该也没有问题当然是呃这时候很多人觉得他们的iWatch买的不是这么好一方面他们呃他们他们出口 就是说有十六十七个percent是在中国的这个中国是差的话这可能会他们有影响所以呢这个这个股票呢要是真的一百零几块买的话涨到的是一百二的话呢也应该差不多了 OK好下面一只股票是经常在纽交所都是呃the most active trading the stock the bank of america BAC今天十六块三毛四 嗯嗯嗯嗯 这个进来的钱 电视区的spread不是很大 所以然后就说是 当然是员工也很多 总裁们又付很多钱 又要给股息 所以就说加起来是马马虎虎 这个股票市场跌的话 大概15块半左右 是可以买到的话 涨上去的话 大概18块岁左右 好 下面一支是Qualcomm QCOM 56块5毛8 听着朋友是问何等的价位 进场比较适合 那我先问 它是不是值得买的候选股吧 应该可以啊 因为这股是也 对对 它的一方面当然也是调下来了 第二方面呢 它也是算是有点没错的 因为你这个Qualcomm的话呢 都是用它的technology啊 所以它的股息还不错 有一块九毛二 不过呢就是 你觉得它的图表适合进场吗 图表的话呢 当然是那天礼拜一的话 那天它也跌得蛮深的 OK 最近呢其实市场反弹 它也有点反弹 就是我想上次 我想大概现在是五岁 大概在55块以下呢 我想应该可以靠54块左右 好的好的谢谢蔡老师 听众朋友请每一天都浏览SBC Media的每日评论来关注蔡老师每一天给我们写的非常精简 非常重要有启发性的blog 好的 谢谢蔡老师 谢谢Benny 祝你晚安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 恰询专线1877-858-9858 打造美好未来 编织财务远景 盘石理财与您同在 共同携手创造美梦 盘石理财一定竭尽所能替您分忧解劳 提供诚信中肯的专业分析及建议 心动不如赶快行动 拿起电话 打播盘石理财的服务热线 1877-858-9858 莉莉最近同事讨论保费融资第一期套利 我怎么觉得too good to be true呢 是啊卓越理财杰尼倩 提醒要全面分析风险 小心保费融资的陷阱 对哦 杰尼说目前融资利息2.5% 如果将来银行利息比回报率高 退休金会很少 更糟的是保单可能会lapse哦 幸好有杰尼倩为我们的财富把关 杰尼本周末举办保费融资 实话实说讲座和咨询 现在就打给杰尼 877-253-8288 877-253-8288 旧金山华藏寺将于9月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 在旧金山华藏寺隆重起见 消灾起伏超度拔剑地藏法会 诵经社贡明良两立 欢迎十方信众踊跃参加共沾法役 华藏寺位于旧金山22街3134号 请致电415-920-9816 415-920-9816查询详情 华夏家景隆重推出 Pleasanton豪华独立别墅 三幻卫 Pleasanton CA94566 四房三域 建筑面积3029平方尺 土地面积8400平方尺 装修大气豪华 挑高屋顶 专业设计花园 豪华的主卧室设计 底层的一房一域 为您提供更多空间选择 实木厨具和大理石台面 豪华又实用 好学区且交通便利 更多上市房屋在售 请来电咨询408-621-9920 408-621-9920 拥有Aira退休金或401K的朋友们 最近股市大幅震荡 已经给了我们清楚的警讯 您值得拿您退休金做赌注吗 Nancy孙再次建议 全美第一名的公司 保证十年double 并保证永远固定的终身收入 请速联络Nancy孙 408-489-0591 408-489-0591 408-489-0591 听众朋友欢迎好 欢迎大家再度回到矽谷华人电台的消费新资讯的单元 这个单元我们将跟我将跟水晶共同访问天天电话卡专卖店的负责人Vick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Vicky你好 周乐小姐你好 水晶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好 水晶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谈谈什么话题 那现在孩子们都已经休假结束了 现在已经纷纷的回到学校来上课了 那作为父母亲的呢 也已经暑假结束了 我相信很多父母都觉得很高兴 松了一口气 真的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那这个时候对于在暑假的时候 promote的这些电话卡啦 还有各种program啦 就已经不再适用了 那我这是我的假设 那现在开学一个九月份的开始 有没有哪一些新的promotion 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好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棒的promotion 但是在讲promotion之前呢 我先讲一下 我最近在最近这三个礼拜到四个礼拜 我碰到很多客人重复问我一个很错误的问题 哇很错误 对因为这个东西我已经讲了很多年 可是我发现大家还是不断的有这种错误的想法 比如说人家都会问我说 我用家里电话打出去和我用手机打不一样 因为我用手机打会比较贵 对不对其实是错的 错答案是错 对答案是错 不管你是用家里电话还是手机电话 在使用电话卡都是一样的rate table 我们所谓的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个以额传额的观念 是因为呢 我们是指你打的对方的国家的是家里还是手机 至于你自己要用什么打 什么工具来使用这个电话卡 是没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在这边再一次强调 因为最近过去三四个礼拜 我碰到很多这个客人一直问重复的问题 我这次再次声明强调没有这回事 比如说我打台湾 比如说我用我家里电话打台湾家里 比如说是一千分钟 那我用我美国手机打台湾家里还是一千分钟 但是如果我打台湾的手机的话 分钟数就变少 所以不是说我要用什么电话来使用电话卡是有直接关联 是完全没有直接的关联 好这个跟收电话的人使用的是什么手机才有关联 看你打的对方是打家里还是手机 对啊就是接受电话的人使用的工具 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先搞清楚的 谢谢澄清 好那看来我们在今天的就要跟大家知道了 既然谈到我们这个电话卡要打给对方我们所需要的时间 那他的这样普通接受大家的计划 现在分哪一个就是说哪一些的这个价位的行列 你现在水晶棍的是说手机的还是电话卡 电话卡 OK电话卡现在基本上它的价钱都非常的便宜 不可能再有降价的空间 电话卡打中国也差不多一分钱 就差不多一分一分出头一点点 打台湾的也是一分出头 但是打台湾的分钟永远会比打中国大陆的少 对不起各位台湾的听众 听到了请不要沮丧 因为实在是我们打台湾的消费者 没有比打中国的消费者要来得多 平均分摊下来自然而然就贵了一点 原来原因在这里 对请大家不要 这个问题我早就有了 但是现在才得到答案 你想想看嘛 我们台湾一个岛等于人家一个市 2300万 对所以消费者 所以cost分担的分母不够 对所以请台湾的听众不要难过 好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电话卡之外 还有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 还有就是我们用手机在拨打这个电话卡的时候 那我们手机在这个预付费的情况下 和非预付费的这个情况下 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水晶你这个问题我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我们所谓的如果你现在要讲电话卡 那我们是讲电话卡 如果你要讲手机的预付的话 那是另外一个手机预付的计划 但是我相信你做了一个最好的范本的例子 因为你的问题 你那边的客户都是问同样的 他今天刚好问同样的问题 我真的要感谢水晶 OK我们在这边再一次澄清 如果你认为你用手机来使用电话卡会比较贵 所以只有一种情形之下会比较贵 什么情形呢 很简单就是你的手机是预付的 是算分钟的 所以当你的手机打local access在美国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是要算分钟 但是你的国际长途是从电话卡出去 所以你的国际长途这一个部分是不会算分钟的 但是如果你手机的预付计划是unlimited minutes 现在几乎每一家都是unlimited minutes 对不对 没有人在限制你分钟 因为也没有什么人在打电话 大家都是tax来tax去或是data 或是wechatline whatsapp OK等等等等QQ都有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大部分的听众 如果你使用的是手机预付的分钟 那你打电话卡 当然你预付的分钟那个部分是要算的 那你的国际长途是从电话卡出去的 好如果你的手机的计划是随你打多少分钟 那根本不影响你手机的计划 嗯好又清楚了 哎其实我都在想啊 现在还有买电话卡的朋友 这个电话卡要印起来也是一大堆 也是蛮不环保的呀 所以电话卡有没有想出来一种环保 但是又有隐秘性 但是又可以用的非常的通畅的一种方法 有其实这个计划就是只卖PIN PIN就是给你一些重要的号码 就是只给你一个密码 我不给你电话卡 我只给你密码 但是这个密码也许是equal十块钱的value 或是二十块的value 我一直在很多年前就在推广这个东西 可是呢我觉得中国人啊 还是很难去接受 因为中国尤其是老一辈的 他们手上手上不拿个东西看的 他觉得不实在 没安全感 真的会没有安全感 但是他有时候会misplace 他会找不到 对所以呢 其实这个东西我很多年就很多年前就推了 那刚刚好最近呢 又碰到中华电信卡印完了 还没有再印出来的情形之下 所以我就想说 我要求他们印个卡 印了半年还没印出来 我就干脆想卖PIN算了 那就 那我知道 只要是我有问过我的老客人 在我们店里买了很多年的客人 还是非常trust我们店里的信用的 他们都不介意用这个 就是没有卡只有PIN 我早就没卡了 对你早就没卡 对你只有PIN 而且你也不用enterPIN 对我这些都也记录在我的smartphone上面 对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推之有年 大概十年以上就有了 我们店里再做工作十年就有 可是在未来 我真的很希望不要再有卡 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着想 我们要为我们的环境着想 想得长远 对 好 那我们谈到这个电话卡之后 我们就来谈谈我们的手机 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 那手机在最近比较受我们客户 欢迎的一些计划的方面有哪一些 新的 OK 手机最欢迎的计划 我先 我们先聊天一下好了 在Summer时候 最欢迎的是T-Mobile的计划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去120多个国家 还有免费的Data的漫游 免费的卖油的Tax 我还记得我的Agent在两个月前打电话给我 Vicky Vicky 我听说T-Mobile去欧洲 可以带着美国电话去 我可以上网 不用付额外的费用 是骗人的吧 我说没有骗人啊 他说你确定吗 我说我确定啊 我说如果你觉得骗人的话 你就先去参加一个计划 反正T-Mobile没有contract 你先买一个月嘛 60块 如果你回来觉得是骗人 你就不要用啦 就前两天他到我的店里来 他特别来跑一趟跟我讲说 Vicky真的很谢谢你 我去欧洲玩了一个多月 我办了一个T-Mobile 我一分钱都没有多花 他绝对不是在船上 船上不管你用什么 都得买船上的plan 对你在船上的话 就是要买船上的 那没有办法 cruise就是要赚钱 那个分钟过得可快 你upload几张照片 就是买的就扔掉一半了 对他又贵然后又慢 所以我建议各位 如果有各位听众 你要去做cruise的话 就拜托不要上internet enjoy your vocation OK forget internet you cannot you're addicted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在暑假的时候 T-Mobile有这个 T-Mobile这个计划一直在推行 他现在有个更好的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是 是给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 还有90 11 12 4个月 就跟联储君要到年底之前 加不加息时间也不多 他给的计划是 上四个月 是非常amazing的计划 好怎么样 OK 他第一条线跟第二条线 他这个只有家庭计划 没有individual plan 我在这边先声明 是家庭计划 头两条线 他只收你100块 可是呢 每一个人有unlimited minutes unlimited tax plus unlimited data 这个太好了 但是 这个unlimited data就值得 但是他的unlimited data 很多公司都有很多tricky的地方 T-Mobile给你的是 也许有些公司想说 OK 他没有unlimited data 也许他是 某些公司说 我给你10个gigabyte data 每条线 你也许有四条线去分 可是T-Mobile 他是给 给你每一条线 都有10个gigabyte 那这个很吸引人 是4G的速度 然后after10个gigabyte之后呢 他是给你3G的速度 所以非常吸引人 而且他最吸引人的是 他第三条线是20块 第四条线 sorry 不收钱免费的 哦 这么好 所以他等于四条线 所以越多线越好 他四条线 这适合family plan 对family plan 四条线120块 每一条线有高速的上网 10个gigabyte之后 是变3G或2G的速度 这个promotion 你在任何时候参加 他会让你享受到 今年的年底 那明年他会推 在推出什么新的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再讲一下 另外一家公司 叫Ultra Ultra他用的 Ultra是某一家公司的子公司 对 Ultra他用的是 T-Mobile的网络 他最受欢迎的 有四个手机计划 第一个计划就是20块 他20块一个月 以30天为主 他有些什么呢 他有 你在美国有 无限分钟 然后加上六十几个国家的 无限短信 只是文字短信 没有图片短信 我在这边再声明 图片 就是不能记照片 对 你不可以attach一个picture上去 他过不去 他是可以文字的 也不可以音乐的 然后呢 有点限制 对 但是他有100MB上网 非常非常少 但是还有个很大幸运的地方 他可以打十一个国家 十一 一个国家直播 然后是无限分钟 这适合什么样的人 这个适合 比如说有些人 他也许想打中国 或香港或加拿大 因为现在电话卡来讲 打中国跟台湾都便宜 可是打香港跟加拿大 都没有像打中国跟台湾 那么便宜 好 在很多国家有朋友 或者是有生意 并且只需要传前转 传简讯 不需要记照片 这种人 对 然后也不上网 因为他上网就100MB 非常非常少 他还要上网 对 不上网 Vicky 我们必须要记一段工商资讯 好的 听众朋友 天天电话卡 就在Cupertino的永和超市内 公司的电话号码是 408532 2536682 再重念 4082536682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现代人的必需品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 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 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每家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播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 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Cupertino永和超市隔壁 电话 4082536682 Frank留旧金山 看新建高级公寓 巴士团 每逢周六上午11点 在Cupertino永和超市前 组团前往参观 机会难得 报名重述 请email登记预定座位 Frank.lou1268 atgmail.com Frank.lou1268 atgmail.com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险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 也于San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 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 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 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险于年金的专家 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 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感谢新老客户支持鼓励 建立欠MBA金融硕士 本周举办财税奖座 报名877-253-8288 877-253-8288 GPA SAT 课外活动 加上个人自赚 面试 推荐信 还有选大学 选专业 哇呆你在念什么 我儿子今年申请大学 我得搞清楚 怎么申请 才能进入好大学 哎呦 你怎么还在土法练纲 申请大学是大事 当然要交给 哈佛全方位搞定 你都是交给哈佛全方位 是的 聪明的家长都会找哈佛全方位 我的女儿九年纪就加入哈佛全方位了 哈佛全方位 大学申请的权威 十家分校招生中 408-725-8882 510-354-8888 Rebecca Lean专业地产团队 为您细心规划地产投资 帮您办理房屋买卖 我们还可以为您一卖一买同时操作 以便资金周转 详情请致电 Rebecca Lean 408-720-6800 Max Real Cupertino 汇聚湾区房地产贷款精英 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快速便捷 互助文化 专业诚信 地产贷款并重 欲满湾区 强大的Long Processor 帮您解决贷款问题 最佳的Manager带您走向成功之路 加入Max Real您信心的保证 请致电Vila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 矽谷华人电台的消费新资讯单元 我是周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水晶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我是Vicky Vicky她是在Cupertino永和超市内的 天天电话卡的负责人 没有没有打工的了 我们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 听到Vicky给我们今天带来了 很多的新资讯 最受我们大家欢迎的 刚才听到都非常心动的 就是我们刚才的家庭计划 除此之外 我们刚才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 听到的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的预付费计划20块的 介绍了一半 然后继续呢 还有其他的这个计划 包括还有三档 我们看接下来的时间呢 转交给我们Vicky 由她来给我们带出这个最受欢迎的计划 好第一个计划 我们刚刚讲了哈 就是20块钱一个月 但是她上网只有100个megabyte好 所以她并不是很多 但是很适合老先生啦 她不上网或是老太太不上网 但是我发现在美国的老先生跟老太太都非常进步 他们还是用很多微信 哦 对 我时常 very good 我觉得非常好 我时常碰到儿子女儿来帮爸妈买计划的时候说 哎呀 我爸妈不上网的啦 没关系啦 就是20块就好了 可是他们用微信 可是他们都有个老先生老太太 他因为小孩问他说 反正我爸妈不上网嘛 那老先生老太太 他们对用微信认为上网这个地方还是有个盲点在 他们认为微信是微信 上网是上网 是两回事 其实微信就是上网 是 所以我碰到很多 你没有网怎么上微信 对 但是也许儿女没有解释清楚 或是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这个就是算data 所以过不了两天就回来了 Vicky 这个不行 对不起 你这个店 你这家服务很不好 我妈说不能用 我说什么地方不能用 可以打电话 可以啊 那什么地方不能用 哦对不起 他有用微信 微信不能用 那那就不是我们的错 100MB给你用个两天 已经算非常不错的了 所以大家要有个认知啊 20块的计划 真的是只适合完全不上网的人 再来要上网的人呢 我们又几种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30块一个月 他的上网是有一个Gigabyte 但是他不是unlimited data 他给你unlimited minutes 还有unlimited international的tax 但是还没有unlimited data 但是他也很好 怎么好法呢 他也是给你高速的上网 就是LTE的上网 再下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一个unlimited data呢 那最便宜的是35块起跳 只多5块 只多5块因为他是一个promotion plan 哦 ok 35块他给你什么呢 他给你高速上网有两个Gigabyte 之后呢他就变得慢了 他速度也许变3G也许变2G 完全取决于你当时所在的收讯的好坏 来决定你上网的快速还是慢速 那再来就是一个45块的计划 如果你觉得两个Gigabyte还是不够用 好那没关系你再加个10块 他给你double 他给你4个Gigabyte的高速上网 剩下的也是慢速的 那这些东西都包括可以打 这以上4个计划都包括可以打 全世界有11个国家 那11个国家我在这边稍微讲一下 有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还有加拿大 还有一个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 对很奇怪的国家 还有UK 英国你说过了 英国只包括坐机不包括手机 还有法国 但是法国包括坐机跟手机 还有一个是葡萄牙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想不起来了 不错了 十分之九十分不错了 这委内瑞拉我有点surprise 谁会打电话到那边 有新加坡了 我大概也许漏讲了 你说了新加坡 好吧 等一下想起来再跳出来再说 没问题 那我们看了 那看来这个价钱 对大家来说都不是跨度都特别的大 特别是我们在第二档到第三档之间只是增加五块 那么我们的这个流量和数据呢 确实翻了一倍 对于我们经常用这个手机来进行上网啊 来传讯啊 来进行一些不论是打电话或者是来需要一些data数据的客户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刚才提到data我又听到Vicky刚才在某一个promotion里面提到unlimited minutes minutes就是命打电话的分钟 voice而已 现在好像用voice的人真的比较不多而是用data的比较多可能这个是年纪越轻data越多 minutes越少对现在有没有一个新产品听说是data only是good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有有有这是最新的prada其实我一直在洽谈我一直很想推有新的产品来符合我们市场的消费者的需要 所以我最近谈到一个新的产品就是说我前一任不是有跟你讲过中国的手机卡吗 想起来对你也你也有用你说很方便 那个还可以用吗 还可以用啊 我已经帮各位移到2017年的年底哎好棒有效 如果你在里面还有钱的话我又快要用了OK 所以呢呃我这次买一个产品就是帮不是买我就是专门推出的产品是data only 他不可以打电话不可以传简讯但是他可以上网而且他是在两个国家可以上网哪两个香港跟中国OK这个OK有兴趣请 好香港跟中国他是他他是这样他是either way啊他是给你1.5gb的高速上网 嗯或是你从你第一次开始用10天之内到期他是给你10天所以哪一个come first就是算哪一个 比如说我也许五天就用了1.5个gb那我就只能用到五那个第五天嗯如果我到了第十天我还没我还剩下200 对不起呢也不能用嗯就是看哪一个先到达他的要求一个就是1.5的gb一个就是10天 然后他这个是data only但是大家不要听了有点未缩说哎呀data only不可以打电话不可以tax可是我们如果有了data我们不需要打电话我们也不需要tax datax为什么啊datax我头脑没你清醒ok因为你有微信 你有line你可以用微信打电话可以用line但是不能incent反应嘛对吧你总要先留了话然后他回你这样也好有考虑的空间对但是最起码说你还是有这个ability去用它只是你不是直接用打电话这个地方 但是你还可以经过一些其他的app来用它哦呀 展的一道脑筋要快一点好Vicky我听到现在我觉得在电话卡这个方面啊你是懂得最多的人那我对您的建议啊是不要expect所有消费者有你十分之一的知识 所以人家来come up with一些问题你觉得有一点silly你要很耐心的跟人家讲然后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中我又学到了两招 越大的人越成熟的人越protective或者是很就是觉得人家老是要骗我其实也不要觉得人家都在骗我没有必要真的你看那小孩他从来不觉得人家骗他 人家活得很快乐对对不对对没错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哦谁是要让我生意上当这有几块钱的事真的是没有几块钱的事情 没有没有这个intention说是没有错真的没有错好那我们请水晶跟Vicky来做一个总结啊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在呃节目的这个下半层的最后部分提到一个新的产品哈就是我们十块钱的这个1.5GB的这个data 不是十块钱是二十五块十天或是1.5GB加版25块十天好那我们想呢除了他才听了除了用没关系我刚没有讲价钱不是我的错跟水晶没关系所以这个一定要一直emphasize 对我们在用这个谈到这个微信的呃说话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呃等待的一个空间其实现在微信有一个新的产品就使用微化你在使用这个data的时候呢数据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就进行跟通话是完全是一样的 真的啊对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在用这个数据流量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这个新的产品加入到你的计划之中去 哎呀这个科技实在是太厉害了而且这个这个新的产品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当你比如说你1.5GB用完了如果你再review一次你当然还是给你1.5GB 但是你这张卡是180天有效嗯三个六个月六个月有效的好我们请水晶来介绍天天电话卡啊我们刚才听到wiki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这个信息啊可能就像我一样可能一下子消化不了那么请大家呢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给他去电话4082536682直接去cupertino永和超市内找天天电话卡节目时间已到感谢你wiki感谢水晶 谢谢周乐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明晚七点见拜拜 感谢您的收听明晚七点见 感谢您的收听明晚七点见